各位,今天是2月1日,星期一 市沒有受到上星期五美股急跌所影響 出現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原因只不過是經過上星期的急跌後 有少少是跌得快了 看看指數 恆指在上星期一由30,191點 跌至上星期五的低位28,259 五個加率低了1932點 有少少速度 所以今早出現了技術上的後抽或反彈 都算是正常的 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高174點 到28,457 直到現在這分鐘 大概是11.20分左右 整個市今早都走在28,382 到28,674點之間 技術上是處於反彈或後抽 但大家要留意 就是無論如何 恆指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走在10天和20天線之下 10天線大概在29,325點 而20天線大概在28,719點 移動線的表現可以用來參考 第一 如果恆指跌出10、20天線的話 最低限度表示了竹塵頂形態已經暫時停 會否進一步調整 就要視乎買賣雙方的力度 到底哪邊大 假設再向下走 正在移動線方面的看法 另一道防線已經退守到50天線 大概在27,433點左右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去年9月25日指數最低見我23,124點 之後一個中期升浪 升到今年1月25日高位30,191點 4個月16個星期 股市累積升幅有7,067點 如果要調整7,067點的三分之一 即是技術上後市會有機會試一試 27,835點 所以今天在我的文章我都指出 後市如果有明顯的沽壓 再進一步下降 恒指可能會跌到50天線 到27,835點的區域之內 這只是拿來參考 即是說 這一分鐘 市場就算有少少後抽 回到上去 大家都不要太著躍 稍為保守少少少好些 而且今天也是2月份第一個交易編 往後還要看賣盤 或者資金入市的態度 一定 講到這件事要留意 2月份很快進入農曆新年的年關 一般來說年關前 資金鏈是比較緊的 況且還有幾天假 如果重倉要捱那幾天假 或者等那幾天假 我覺得在外圍市況不明下 真的有點壓力 所以我不覺得大型的部署 是會現在這分鐘做的 相反來說 市會進入了一個整固 或者消化的界限之中 如果大家在期間來講 想做少少投機性的部署 都可以考慮向牛紅證 瑞通有幾隻牛紅證給大家參考 順水參考 我就建議大家 即使參與 都是蜻蜓點水 細住好了 第一隻是阿里的牛66883 和阿里的胸66180 由於阿里的股價是245元 上來我估計幅度也不會太大了 參與其中的 最重要是看著自己承擔風險的能力 到底有多少 平保一隻牛6660008 和一隻熊61264 平保早前曾經超過100元 之後回到90多元 我又不覺得它會大跌 但始終平保 在恒指成分佔的比重不輕 都有4.88% 阿里有5% 對指數來說 兩隻股份的表現 多少都有影響性 所以大家參與的時間 最重要是看著指數 牛紅證在現在這一分鐘 都適合短炒 不要重創 也不要跟得太貼 上秋市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仍然處於一個 技術上的反彈和後秋的靈態之中 我自己覺得 只早一天未能走上20天線樓上 形態和技術上都仍然處於 中期星後的消化和整潰之中 這點大家要留意 好了,接近中的分析 我就說到這裡 通常都要找到 字幕作為提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